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很開心是一個分享的Vlog 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溫哥華買了樓花 很多年後 收樓前還有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一個叫Deficiency Walkthrough Appointment 發展商給大家在交樓前有機會上到自己的單位 去看看有沒有什麼瑕疵 去跟發展商說你幫我處理完之後才交樓 是這樣的一個機會 因為之前我們很多次跟大家在YouTube上分享的影片 要麼就是二手樓 要麼就是在售樓署拍攝示範單位 要麼就是已經交了屋的開箱片 沒什麼機會跟大家分享這個中間還有什麼process 因為其實大家如果買樓花的話 在售樓署減好單位簽約付錢 只是一個開端 並不是說這件事已經做完了 就是作為一個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每一次都會跟客人說其實你簽完約 你以為自己買完 你以為之後沒事發生嗎 其實會在這幾年內 你都要不斷和你的傾機去聯絡 因為很多時候你就會無緣無故收到 Developer不同的東西 簡單的就是一些email 問回你的東西 新的update amendment 複雜的 重要的就是我們會進入單位去看這個appointment 每一個人 無論你買的是投資物業還是自鑽物業 都希望交樓的時候可以100分 但是你要去做到交樓100分或者大部分的滿意 其實這個deficiency walkthrough appointment 就很重要了 你可以find out一些瑕疵 發展商就會在交樓前幫你處理好 在交樓的時候就會很開心 那我們今天是看什麼呢 今天我們其實就是看Carrie和機仔的一個investment unit 我們是在2019年的時候 以摩貨轉樓花的形式 是由一手買家裡面買進來的 我們買的是什麼呢 就是concord Brandwood的第一期 這個位是Burnaby的Brandwood 第一期它總共有四棟樓分兩期的 Hillside West是第一期這兩棟 我們就是第二棟Tower 2一個七樓的單位 方向是向著東北的 就是向著Skytrain和山景那一邊 待會上去大家就會看到 大家看到來到deficiency walkthrough的時候 有些時候那個工還是在工地的狀態 所以大家如果來這些appointment 如果你親身可以來的話 記得穿衣服的話 要穿一些保護性的衣物 最好可能長袖長褲和穿鞋 因為你不知道它的process是怎樣的 事不宜遲 我們的appointment time差不多到了 我們就先進去 我們這部車可以直接拍進去 好興奮 我們直接去第二樓的樓底了 Hello How are you today? Hi I'm good How are you? Thank you Your name? Carrie OK Deficiency walkthrough了很多次 不是那麼多可以直撐入停車場 通常就是你自己街邊找泊位 然後找entrance 這裏可能因為街邊泊位少的原因 他告訴我們現在要去到upper parking 找個位泊位 找reception 然後就會有個inspector 他叫我們拍這裡 即是整棟樓一次的walkthrough 還是甚麼 整棟樓一次的walkthrough 但不會是同一天同一個時間做的 即是一兩個月內 每天都有些appointment 因為每一個walkthrough 都有一個專員 即是你的buyer 或者如果你不在的話 那個agent就陪同你 或者幫你去 那這個walkthrough的appointment at least都一個小時所有 所以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完 那我們現在走吧 我們直接走 7樓嗎?直接上7樓 我們是7樓 對 Good How are you? I'm welcome 我是你的第一 appointment? 第二 appointment 第二 appointment The unit has been cleaned as well? Sorry? The unit has been cleaned as well? Yeah So there's been one clean and then there will be another deep clean after OK 好 現在我們去walkthrough的時候 那個單位已經幾ready 他已經清潔了一次 那之後交流做 做多一次 deep clean 好 Thanks OK 我們進來 看看 Nice 這個甚麼門啊 這個 這個是 我們原來是沒有門的 我現在才知道 我買了 assignment 的時候 Raymond沒有說 沒有門啊 我們OK 我們的view很open 不過窗很漂亮 那窗為什麼要這樣 不知道 還沒弄好 外面還沒抹 OK 我先問他Posted 哇 這是膠水漬 對 它之後外面會再清 這個極吵 是呀 哈哈哈哈哈哈 便宜嘛 你想怎樣 剛剛我以為有火箭經過 哈哈哈哈 OK 哦 原來我們是看著這邊的 我們是看著東北的 我原本一直以為我們是向著北 不是這邊挺好的 永久景觀 是啊 不是如果向那邊呢 就更漂亮 有些山景會更明顯 我們現在其實主要是看著那邊 咦 咦 那邊有個露台 一邊閘一邊闊 是啊 火箭又來了 火箭又來了 火箭了 OK 其實廳也闊 它就這樣一房 廁所呢 廁所門口 是啊 不要嚇我 沒有廁所 蛤 它好像闊過我們W1的單位 你覺得嗎 還是差不多呢 我覺得好像那裡有很多glass 闊一點 對 它好像有兩片glass 其實有三片大玻璃的闊度 這個位置可以放在厚的電視櫃 我們可以不用再做場 是啊 因為它的門在這裡開 你可以放在一個肥仔 進來Walk floor 大部份現在都是電子板 你會填一填自己的訊息 譬如我自己是Purchaser 我填上Purchaser 但如果我代表客人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選擇 一個realtor 可以帶你過來 如果大家在香港的時候 他通常會有這些 Disclaimer 那些東西你要去read 然後understand之後 就會開始一個step 這樣 水閉了 對 好 可以 這是你的熱水 這是你的冷水 這是你的冷水 這是你的威風箱 這是你的威風箱 所以在這裡 你的Wi-Fi 和威風箱 都會設置在這個威風箱 警察會幫我們檢查所有東西 包括所有的水 電器 他正在試 我們都可以動手去試 剛剛警察又和我們去 整個單位 他給了一些提示 如何去維護一些東西 亦去試了一些電器 尤其是水有關的東西 主要是告訴大家 如何去保養部份 和測試 如果我自己在場 或是購物員在場 你也可以再檢查一次 尤其是一些美衣服的東西 他就不太理會 譬如說 那些牆上有沒有一些破壞 有沒有一些位置 有些位置有得不好 甚至是有些時候會不會 例如地板 或者一些櫃面 有沒有明顯的裂紋 如果有的話 我們探索了 就會拿一些綠紙去貼一貼 那裡有一個破壞 然後還有一個 當我們拿到的材料 有一個採紙的鏡頭 喔 OK 所以是像一層的材料 對 跟一層的材料 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對 OK OK 還沒有一個鏡頭 OK 我猜不全是沒有綠 為什麼 沒有綠紙膠 對,這裡沒有綠紙膠 其實這裡有很多綠紙 這裡也是 它也設定跟它多 嗯? 還有兩塊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一塊 嗯 應該有些靠近 也有些圈紙膠 有些圈紙膠 沒有… 你不知道什麼 我正在說話嗎 對 有些圈紙 在這裡 然後在那裡 有一個大小的 還有一個小的 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一些電器的面 現在發展商 很多時候都會做一些 雪櫃包邊 露出來的 不鏽鋼 那些就越來越少了 但是有時候 我之前也有看到 電器面 可能有滑行 那這些 大家一定要看著 叫它更換或者做 也好 還有這個Bosch 其實已經有了 這一塊 這一條 嘩 這裡其實 是 沒有一個大小的 我相信 整個東西都會失去 有些糟糕 有些糟糕 真的不要說 那樣糟糕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結果自己拿了東西 很多時候 這就是驗樓的重要性 因為有些時候 當然你收樓的時候 再跟發展商說 都有機會說得到 但如果這個process 可以提早在驗樓的時候做了 那就會好很多 那剛剛說了 是整體的牆壁 天花板 還有會不會游得不好 另外就是測試所有的水 然後 大家知道水鍵 煤氣的 shut off在哪裡 看看露出來的電器面 有沒有一些瑕疵 滑行 然後這些alignment 做得夠不夠好 會不會明顯 那孔大了 那些Blinds 你可以試一試 那這個Blinds 你叫它做 這是油塵 哇 這些那麼大大 有些很厲害 或是有汁 有些可能是骯髒 有些可能是油漆 所以就 記錄了它那個毛脈 然後就看看地板 有沒有一些明顯的瑕疵 有沒有凹 有沒有凹 有沒有凹了 一大圈刮花痕 有時候 工具一掉下去就飽了 牆壁呢 那些壁呢 我覺得牆壁可以 這些 明顯是這些 其實我覺得牆壁 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是不是 牆壁 因為收穫牆壁很簡單 很便宜 但是有時候 有些 你所說的電器花了 那些很重要 那些才是貴的 之前我記得收過一層樓 是雪櫃還是小碗碟機 因為它是外露 有條很大的花痕 這些你就 真的會有機會影響你的result 那條牆壁 學機仔所說的不是最重要 剛才我們走完整個單位 周圍貼完紙之後 最重要的步驟 就是 其實inspector 會一直幫你 記錄下剛才出現的問題 每個人的profile都不同 但我們今次看到單位 然後它就寫了 我們剛才的list of questions 即是那些問題 譬如說 那些 blinds 那些pink 然後這個stove 等等 你先確認 剛才你指出的問題 全部寫好之後 就簽名 然後submit 發展商就有個記錄 之後就會有工人過來修補 那我剛剛簽了名 就寫上去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候 就會拿到一個home owner menu 那你就可以提前知道 有關於保險 將來交管理費 通常現在都很現代化 你的stradar office 會有一個online的portal 你可以登入去 拿到很多資料 如果提前拿到這份東西 都會幫助大家 可以安心地收樓 Thank you so much 有段時間都不會交樓 我看它 到現在的screen 都還沒order到回來 什麼screen 我們剛才錯過了門 最後不停問 我想知道它什麼時候交樓 現在的screen沒有 我沒有screen 沒有那道screen 是玻璃的 可能是磨砂玻璃 總之是一個screen 但不知道是一個什麼 所以那個東西一直來 你交不到樓 然後還要一層層裝 你看這裡的工人 inspector 一天只需要做五個appointment 然後也想借機和大家分享一下 walkthrough完之後的process是怎樣 剛才找到這麼多問題之後 發展商是否可以全部整理 是否一定可以在交樓之前整理 其實是不一定的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自己親身可以來到walkthrough 都會用photo或者電話做紀錄 之後去跟進 好像我們自己幫客人收樓的時候 都遇過一些case 其實是整個walkthrough find out的問題 譬如我記得那時候 Polaris有一個很漂亮的單位 它收樓的時候 抽油煙機有些問題 是它不知為什麼沒有駁電還是怎樣 還有下面那個電器的爐頭 其中一個knob後面的油是不見了的 因為都是涉及一些零件和電工的問題 發展商就沒有辦法在walkthrough到收樓 那段時間內整理 因為零件一直等國外機回來 好像這些是說收樓之後 屋主又未回來真是現場收樓 都是我們經紀幫他代收樓 去後面開了幾次門 才把所有問題整理 這些都是在交樓之後再整理 也有些當然很好的 這些小問題 發展商可以在交樓前fix 上去看就100分 所以這些是會出現的situation 另外 由deficiency walkthrough到收樓 會多久呢 這也是一個大家都經常會問的問題 好像收樓的話 其實沒有一個定案 每個發展商 每個樓盤都不同 通常是三四個禮拜 去到一個多兩個月 就應該可以收樓 但是發展商通常都是收樓 日打前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那時候才會通知來 所以時間很短暫 我之前試過一些townhouse盤 客人很想很想可以親身回來收樓 搞paperwork 搞律師 那樣那樣 就為了這件事 半年前一年前 已經經常跟我談電話 想買那時候機票 現在特價便宜一點 我都不斷提示 他說不行 你可以買但一定要可以改 因為你很難是預準發展商 正是那個禮拜收樓 很多時候都不同 最後計劃了那麼久 都是我幫他收樓 都是拿著鎖匙 帶了差不多兩個月才回來 因為太急了 發展商給他completion letter 到他收樓 只有十天時間 即是你機票酒店都不會訂一切 就算你回到來 律師又不知怎樣 又剛剛好 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一個timing 如果大家是在溫哥華便好很多 你不需要特地訂機票酒店 但只要在out of town out of province 其他省份 我經常做其他 Toronto Calgary 或者香港 大陸 台灣 甚至是新加坡行 這些全部都要是 overseas去 之後我們幫你代收樓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等你回來 再交鑰匙給你 又或者好像剛才說過 中間可能還有一些 deficiency問題 要幫你上去開門去fix 這個是收樓的時間 由deficiency walkthrough到收樓中間 大家其實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譬如說你可能要找律師 mortgage 保險 開戶口 去交管理費等等 都是一樣一樣的問題 包括剛才deficiency walkthrough的appointment 其實都是要預約的 不是說不知為何突然出現 好像我們剛才走這條路 這條路可以到前面 我們在探索附近 但中間這條路還未完成 我們走到那裡 打算拍照留念的時候 剛剛機制被人攔截了 就遇到一個 好像無主孤魂的未來 問我是不是屋主 捉著我問的 他衝上來問 你是不是屋主 你是不是剛剛收樓 你多少樓 我們起初會有點尷尬 但被他問到一頭無水 好像不斷被人喊 好像是私隱 後來才發現原來 其實他們都幾慘 他們是買家 都是跟我們一樣 不過是高層的單位 他們是外省另一個城市過來 但之前的經紀 他就說找不回 現在很多電郵 又不知怎樣處理 亦都沒有一個point of contact 去問到底是收樓 還是檢查 那個process很不熟悉 就是這樣問我們 幸好我們自己也有一點經驗 在那裡 可以幫到他 告訴他 那個walkthrough 不是說你隨便走進來 就有人帶你上去 你是要看發展商的email 填一張表 選一個時間 對方跟你confirm 然後才可以上去 也會有一個process 所以見到這一類的客人 或者是新朋友也好 都會覺得可以幫到他就幫到他 因為其實他除了這個walkthrough 還有很多問題 我說你快點回去填這個email 但是填這個email前 還有其他 那什麼時候收樓 律師那些點 mortgage 全部都還沒做 那個process 去認真解釋一次 其實都很久 而且可能這些是新的information 一次兩次可能是聽不明白 要再重新解釋幾次 之後去到某個step 又有新的question 剛才有人問到什麼轉名等等 所以其實我覺得 簽了一張單 可以讓客人自己去甘所有東西 就是甘身 照樣可以在發展商拿用金 但其實客人會做多了很多東西 因為很多東西是大家 除非大家買開樓 你很熟 但很多人買樓 可能是第一次買樓花 第一次在温哥華買樓花 有很多process大家是不熟悉的 要花給我們地產經紀多很多倍的時間 才去find out 這些questions 甚至好像無主孤雲 當你沒有經紀代表 或者經紀不見了的時候 你去找發展商 踢皮球 這個email 那個阿三銀謙說不是找我的 找那個 那個又說不是找我 踢來踢去 搞整個月都不知問了什麼 我們其實遇過很多這些客人 有時都有試過在香港 有朋友打電話過來說 我在香港找代理 他們買了這層樓就來交樓 但現在不知如何 香港代理又解答不了我們的問題 因為他們不會在這裏 不知怎麼辦 Walkthrough又不知怎麼辦 其實Walkthrough是什麼都不知道 不明白為什麼會有Walkthrough Walkthrough是否等於交樓 其實又不是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都會解答這些問題 會了解到原來大家在這方面 有這麼多questions 也試過有些case很搞笑 都是我自己的朋友 買了一層樓之後想要一個locker 他就E-mail去Strata Strata說我按Waylist 等了很久都沒有 後來吃飯才知道原來還沒有一個locker 這樣才發現是問錯人 其實是隨便有些人不知怎樣回答他 我們後來go through發展商 就已經很快就買到一個locker 很多時候有些時候 大家很多事情其實不是做不到 不過你要很煩惱 不是每個人想花點心機和時間 我們是做開這件事 可能很快十分鐘可以完成的事情 可以幫大家省到寶貴的時間 所以我覺得做地產經紀 簽單真的是一個開始 後面還有很多 好像去年買了一些樓花 例如Mesmith & Farrell Concord Metro Town 很多樓花都會問我 現在的進度是怎樣 有些發展商是很好的 經常有更新的 他們就會安心 但有些發展商是沒有更新的 不會特意發送E-mail 我和機仔就會去拍片 例如Gallery Concord那邊 Concord Metro Town 給朋友看看現在建成怎樣 之後過兩年又開始有轉名的問題 想加姨媽姑姐 爸爸媽媽 弟妹的名字 又怎樣做呢 這些全部都是會出現的事情 所以大家無論如何 如果已經是買樓花了 希望大家可以安心收樓 你未買樓花 你考慮買的時候 也希望這些內容可以幫助你 讓你可以考慮到 將來買樓花 原來之後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好了 我們現在繼續分享一下 這個地位 這裡下面可以通到中庭 Roundabout 由這條鳥宇花香的路 現在未完成了 將來應該會很漂亮 這樣起來之後 這條路 再一路向上走 就是Lowheat Highway Lowheat Highway 向西邊 大家看到後面有兩棟高樓 那個位置就是 Amazing Brandwood Brandwood Mall 以及Skytrain站的位置 由我們這裡走過去 如果好像我這麼年輕 走得快一點 五分鐘便可以走到 如果大家可能是慢慢走 老人家走得慢一點 我想八分鐘至十分鐘便可以走到 可以是這樣走 亦是Concord中間 都起了一個好像電梯 中庭位 可以直上Lowheat Highway 便不用走樓梯 這樣大家都可以很方便 無論將來住在第一期 還是Oasis第二期的朋友 都可以接觸到這些路徑 另外除此之外 其實現在大家如果想過來考察的話 外面 Nukon Crescent 都有一條現行鋪好了的路仔 有街燈 周圍有圍欄和樹 大家都可以走那條路仔 上到Dawson 便去到Brandwood 那邊 對 如果它一次過這樣上去 我真的會嚇死 它三級三級 然後一條平路 旁邊有些樹 舒服很多 那便好 讓你運動一下 其實它沒有風 但它被人走下去 人們又不知道做甚麼 對 對 我們走上來 這條小徑就是這樣 我們已經看不到 我們可以在這裏看看 以前這裏是圍著板 現在已經拆掉了 應該還可以在這裏 停車 停車進去 那邊的Roundabout 又可以入車 有兩個入車口 它這個中央的Lobby 第一期 就會在這裏可以入車進來 停一停 將來未來Oasis的話 留下一樣 大家可以想像到 都是類似會有個 Grand Lobby Level 回所設施 很漂亮 對 旁邊的圓藝 它都是早已做好 這些 之前是圍著板 它的樹已經挺高 不是 買回來是這麼高的 是嗎 是嗎 一直看著它建的單位 也不是第一樓花開始買 都是assignment買回來 但還是一張紙的合約 到每次經常來Brandwood 看到它高一點高一點 高一點封頂 真實可以看到單位 那種興奮感 都是很開心的 我們這裏是第三第四期 又有個中央平台 都很宏偉 在這裏入車 是呀 有很多入車口 但其實溫哥圍已經變了很多 我想很多 如果很多年沒有回來 沒有來過Brandwood的朋友 我到處都是樓 是呀 你看到是很誇張的 即是這裏四棟 這裏的四棟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Skytrain剛剛走過 這裏四棟下面還有三棟 後面呢 後面呢 後面是第二個站 Hold'em 那裏都會有樓 然後這裏四棟下面有三棟 空谷Oasis 2027年起號 這裏已經有幾棟 這些是再斜下去 再遠一點的燃樓 然後前面 Amazing Bramwood 已經是三棟 有Amazing Bramwood 未來2028、2029 又有兩棟 Tower 5、Tower 6 站在那個後面 填上那個洞 這裏我們如果一路 再向Lowheat那邊走過去的話 就會再見到Solo的三棟 再加多四棟 這個僅僅是Brandwood這邊 比較大的屋苑 還有很多數之不盡 小小小的單洞的屋苑 加起來 我想五連新的新樓 已經有十幾二十棟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未來的發展 尤其是它 亦有它的商場 Concord Brandwood下面 這兩棟 除了會所之外 都會有它自己的小商店 供應這個屋苑的運作 大家其實不用 一定要每次都走到 Amazing Brandwood 但就算大家真的要走到 Amazing Brandwood 經過這個Lowheat 就已經是前面 其實已經是Amazing Brandwood 尤其是我本身 它圍著板 Herry都還覺得 會不會很吵 好像很不舒服 因為始終又有Sky Train又有馬路 但原來它已經做了很多懸藝 如果將來的懸藝慢慢地 雪掌大 其實你走這條路 都相對來說是舒服的 就不會覺得真的很不舒服 亦都有巴士站 亦都有街燈 所以如果大家是比較擔心 安不安全 治安問題 會不會走馬路很黑 不放心 年輕人走 其實都可以的 這邊都一直有住宅 來到這裏的十字路口 上面已經是停車場 可以停車場 前面那三棟已經是Amazing Brandwood 好 我們今天的分享 來到這裏 後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Oasis的一些特別的樓盤 或者比較推介 性價比比較高的職 其實它下期賣的樓花Oasis 之前都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由年頭開始到現在 年頭市場很好的時候 West Tower就一夜買了 然後East Tower過了兩三個月 推出之後 就開始撞市場比較下跌 然後加息一直沉積 它都一直有賣到東西 現在發展商也有比較多 不同種類的優惠給大家 再加上最近 Carrie也買得比較多Oasis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部分客人或者我的朋友 在現在這個市場選擇什麼 首先可以跟大家推介的一隻 其實就是B1 B1是一個兩房單位 在Oasis整個floor plate裡面 它們是比較小的兩房 向東的 它的優點 第一它因為總體面積細 759呎左右 但是有兩個完整的房間都有窗 然後也有兩個洗手間 這隻的最大的特質就是它很便宜 它的uniprice是100萬左右 加上車位的Locker也不過105萬 我最近也已經賣了好幾間 剛剛也掃了一間11樓 價錢比較相宜 另外它的觀景也相對是開放的 向東望 其實都是說 雖然會看到這一棟樓 但是大部分其他觀景都是開放的 所以相對來說性價比比較高 因為大家始終知道Oasis 它向北、向西那邊都會看到樓 這幾棟是現樓 所以向這個弧形 即是這裡的單位 相對來說雖然有時可能再便宜些 但是它的觀景就差一點 這隻B1是最多人買的 兩房兩次 然後759呎 這一個部分的露台 是可以有那些Glass Panel 相對來說比較便宜些 所以我們可以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到便宜些買兩房 想剛剛好1ml左右的話 這個會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我其實也想不到有什麼比例 因為Brandwood 整個Brandwood現在賣的 主要是Oasis和Amazing Brandwood Amazing Brandwood同樣價位 你買的會是兩房 但是其中一個房間是沒有窗的 Metrotown沒有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商 所以整個Bernabie 其實都是得到Oasis 有這個價位的東西 然後另外如果大家是不太投資 想的 還是在考慮2026年、2027年 這個樓花回來是可以自住的 這個不夠住的話 大一點點的兩房 景觀就更漂亮 就是向正南、東南、偏南 就會多看前面的公園 像一個這樣的景觀 它就會是一個大一點點 B4 871尺室內面積 這個積是很示正的 都是兩房兩次walk-in closet 而它最大的特點就是 整個露台 它基本上全部都是有glass panel 有兩個休息區 可以分開兩邊 可以放到很大的餐桌、梳化 這個積的話 我之前有收集到不同的資料 大概是約8、20萬左右 可以買到的 最低最低可以買的樓層 其實五樓平台都可以買 最便宜的 但我之前買到最低的 兩個十六、十三樓都可以買 現在再上可能是18樓以上 一房單位 其實我不會太推薦 向著這個美方向 因為它這個單位 A2是美觀的一房單位 5881呎 但它的性價比 其實沒有另一邊 另一這個高 A1這個計劃 小20呎 但足足便宜5萬左右 一個十三樓沒有車位 的單位其實75萬也不用 但如果你說去到A2的話 同樣的單位 十一樓都要去到80萬 我覺得如果大家現在 還在想半上車半投資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A1那個向不少少 雖然景觀沒有那麼漂亮 會被東西遮住 你買可能高層一點會好些 買高一點就可以過了North Tower 雖然景觀沒有那麼漂亮 但投資的話 性價比就相當高 我也推薦這個 好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如果大家真的想買三房單位的話 就是C1 室內面積是1053呎 它有三間完整的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有窗 其中一間房間還有兩邊窗 客飯廳、廚房空間 兩個洗手間 還有大的walk-in closet 這個單位的話 不同的樓層都有些選擇 然後這些價錢也是包住 但有一兩個單位可能已經沒有了 我還沒過 好像這一類型的單位 百五萬不用 就一千呎的單位 然後你可以看到的景觀 也是全棟樓最漂亮的 是正藍的 如果你中高樓層看出去就很遠 是Metro Town 就算你買一些很低樓層的 其實也很漂亮 反而你會看得更加清楚 將來那個公園 這間公園的優惠 其實有幾樣東西 一個就是Locker 之前大家要9600元去買 這間公園就會附送給你 是送一個Locker給你 就不需要給這9600元 另外最大的優惠 就是Deposit Structure 之前一向都是20% 25%、35% 現在Locker的話 你只需要給15% Deposit就可以了 Assignment fee就是1% 再給大家多一點劇情 就是我手上有為數 剩下很少的 一個Concord之前給的Voucher 就是大家買單位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很大的折扣額 是說五位數字的 當然不太方便 即是公開說 所以大家如果還在想買 和investment unit想想想 又盡量省錢的話 我都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好開窄 這樣也可以說 這樣出去的時候小心 好 那些人經常問 什麼是Level 2 Ready 是怎樣 到時交樓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這樣的plug 已經寫著EV4-2E的什麼號碼 不知道 剛剛做完Walkflow下來 剛剛驗完樓 也很開心 怎樣說 你有什麼感覺 你有什麼想說 這樣 現在和我分享了很多 很緊張 不要逼我 我一起去家裡 還回去 不快 不快 快點